靳五弟和他祖父、伯父、父亲都是善于玩弄权术的人 可是他的儿子太子司马忠偏偏是一个什么也不懂的低能儿 朝廷里里外外都担心 要是靳五弟一死 让这个低能儿继承了皇位 不知道会闹出什么乱子来 有些大臣想劝五弟另立太子 但是不敢明说 有一天在靳五弟举行宴会的时候 大臣卫冠假装酒醉 倒在靳五弟的宇宙面前 用手抚摸着座位 嘴里含含糊糊的说 这个座位太可惜了 靳五弟马上懂得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但是假装听不懂 说你在胡说些什么 准时喝醉了吧 接着吩咐是从把卫冠扶起来送走 打那以后 谁也不敢向靳五弟再提这件事 靳五弟毕竟也有点犹豫 他想试试他的儿子到底糊涂到什么程度 有一次他特地送给太子一卷文书 里面提出几件公事 要太子处理 太子的妻子贾飞 是个机灵的女人 见到这卷文书 连忙把公立老师请来 替太子带做答案 那个老师很有学问 写出一份卷子 引进句点 答得头头是道 贾飞看得挺满意 旁边有个略懂文墨的太监 却提醒他 这份卷子好是好 可是皇上明知太子平常不大懂事 现在写出这样一份卷子 反倒叫他怀疑 万一查究起来 就把事情弄糟了贾飞说 对 亏得你提醒一下 那么还是你来另写一份吧 写得好 将来还怕没你的好处 那个太监就另外起走了一份粗钱的答卷 让太子一样画乌鲁超时一遍 送给金五弟 金五弟一看 卷子虽然写得很不高明 但是总算有文必答 可见太子的脑子还是清楚的 俗话说 赖历头儿子自己的好 能将就也就将就过去了 公元290年 金五弟病重 太子司马忠已经30多岁 按理说30多岁的人已经可以处理正事了 但是金五弟到底不放心 立个一仗 要皇后的父亲杨俊和他叔父 如娘王司马亮一起辅证 金五弟临死的时候 只有杨俊在身边 杨俊歪了想独栏大拳 和杨皇后串动起来 另外伪造一道一仗 指定杨俊单独辅证 金五弟一死 太子司马忠即位 这就是金五弟 金五弟即位以后 国家正式他一剑也管不了 到时闹出一些笑话来 有一次 他带了一匹太监 在御花园里玩 那是初夏季节 池塘边的草丛街 响起一片蛤蟆的叫声 金五弟呆头呆脑地问身边的太监说 这些小东西叫 是为官家 还是为私人呢 太监面面上去 你不知该怎样回答 有个比较机灵的太监 一本正经的说 在官地里的为官家 在四地里的为私家 惠帝斯短飞动的点点头 有一年 特地闹饥荒 地方的官员把灾情上报朝廷 说灾区的老百姓 饿死了很多 这件事 给金五弟知道的 就问大臣说 好端端的人 怎么会臥死 大臣回奏说 当地闹灾荒 没良知之 惠帝忽然 灵机一动 说 为什么不叫他们 多吃点肉粥呢 大臣们听了 各个目瞪口呆 西境出了这样一个 白痴皇帝 周围的一群野心家 自然就蠢蠢欲动了